像高群大哥 你年輕的時候也玩得很兇 這個人不風流往少年 這句話真的是有道理 年輕的時候大家 他可能也是跟我們以前年輕的時候好玩 當然那時候剛好天天開心 那時候要等紅 影響太多了 其實藝人跟兄弟可以說都花上等號 大部分的藝人都是兄弟請客的比較多 你說要到酒家好了 到那個舞廳、酒店 一去都是好幾萬塊的 你說藝人你多會賺錢 對不對一直在帳走你都沒辦法 都紅燦 紅燦去到那裡就怎麼年輕 當然了 都自動免得那些人多瓦 最漂亮什麼店花都來 其實那時候說真的 講臭屁一點 那時候真的是女孩子都倒貼 我那時候真的 現在不一樣了 現在要花錢了 他現在要花錢 可是錢在他老婆手中 對 人都會有一段這個 所以那個倒貼是讓男人很難擋得住的 對這是真的 所以我聽說有很多人去找李敬良 諮詢整形 也是想看看李醫師 聽說很有魅力 因為有人講說他根本不是要去整形 只是想看看李醫師 甚至能夠搭上 就像剛剛高大哥講的 其實現在還有 還有一堆女生他想紅 他就去搭這些知名度高的人 比如說我們剛剛提李敬良 所以李醫師如果比較把持不住的話 真的很容易被撩撥對不對 對 有一點 那毛毛是 毛毛是一個我覺得蠻特別的女生 毛毛 我們來看一下毛毛 其實毛毛的發跡 就是他的崛起 我們先講 大家會覺得這個真的是 小禎就小禎 毛毛就毛毛 你就要照顧小禎 切愛的毛毛 你們這麼會是 毛毛為什麼會進入演藝圈 完全是跟康康她之前的男友有關係 那他們兩個就是第一次被拍是 我們就是在新店裡面拍到他們去開房間 一樣的情形 就是康康帶著毛毛 那那個時候康康有一個節目 他身邊有兩個助理主持 其中有一個就是毛毛 他們是因為這樣子談戀愛 不過那個時候毛毛是Nobody 沒有任何人認識 那也因為跟康康談了戀愛 那毛毛很高調 他們兩個其實年紀差很多 那康康基本上想要穩定下來 不過毛毛因為年輕 他還想要闖演藝圈 於是中間有一些就是 就開始發生一些口叫 不過康康一直蠻照顧他 那毛毛其實在跟康康談戀愛這段時間 他的高調也就是說他常去上一些通告 大家都知道康康的女朋友 康哥的女朋友就要照顧一下 那這是一個話題 而且你身上有這些封號 其實對於你去接通告也是蠻有幫助 這一輪下來他真的 我覺得他賺到名也賺到力 但後來真的就是兩個人個性不合 分開之後 毛毛光是去節目上哭訴說 他跟康康在一起的時候 甚至連很私面的事情都講過 都有全部講出來 這一點我真的要佩服康康 因為康康在整個過程當中 沒有講過一句話 這一點真的是不錯 這個男人他完全不講 而且不再談論他 就是不去講 對 其實應該的男人要這樣 但他不同 他就一直哭訴 又兩輪了 他的話題都沒有間斷過 為什麼說毛毛是小禎的好朋友 他們的確他們之前就是因為 還是只是認識 其實不算姐妹淘感情沒那麼好 但是應該小禎其實 剛剛老師說沒有錯 其實這一輪小禎真的也蠻旺的 他在通告上通告滿檔 通告也 毛毛也是 那他們兩個因為就是一起上通告 變成算好朋友 而且其實小禎他很幫老公 他都會說 其實你應該去弄個耳朵啊 或做個眼睛什麼 他也會幫忙這樣 那所以毛毛就說 他想要去撿一下他的交鋒兒 那當然趕快介紹到我老公的診所去 他們是因為這樣子認識 而變成好朋友 但是 所以有人會覺得 你把毛毛介紹到你老公的診所 那這個女生好像三不五時都到你老公的診所 接下來就是被拍被拍 然後發生這些事情 所以這還牽扯到一個女性之間的友情 對不對 這友情跟愛情有時候是很難講的 你知道愛情來的時候 你連父母親都不認了 然後什麼都不理了 所以這個愛情來的時候是很無厘頭的 那如果面對我們的好朋友搶走我們的愛人 我們要怎麼辦 我們的好朋友搶走我們的愛人 我通常沒有這樣的朋友 這個好 而且我的 如果是我的男人大概也沒有 我好後悔 我為什麼要問他這一句 你這樣懷念一下他笑得好可愛 我為什麼要問他這一句 其實如果你的好朋友 這種朋友應該早就被他殺了 可能 是可能 而且白骨還找不到證據 對 對 對 人家說第一餐放第二餐 這很重要 在演藝圈 有一個我自認是 風度最好的 不過他送的那個煎熬 真的一般人沒有辦法忍受 他們兩個好朋友做秀 做了好幾十年 都很有名的 結果他的老婆被另外那個搭檔搶走 他後來另外娶一個 他還是跟他一起做秀 還是一起做下去 一直賺錢下去 同時他跟他合夥 還 開過那個什麼露營公司 還背了一兩千萬 他現在也都還完了 而且 過得很快樂 這種人真的就 我那個風度 不容易 一般人沒辦法 這個人搶了他老婆 他還跟他合夥 搭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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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秀也都在一起 不是 做秀搭檔 所以還要合夥做生意 像我以前 我在幫人家算命的時候 常常碰到女性朋友 她就是因為工作很辛苦 然後就很容易就是先生 忽略先生的感受 然後先生後來就比方說 這個婚姻的過程裡面 他有外遇 或者他跟他的秘書怎麼樣 他跟他的女客戶怎麼樣 甚至到最後 這個先生的事業失敗了 就是要這個女的太太去借錢 去娘家借 娘家都借完了 借不到的時候 就設計老婆 去跟其他的人 就是用色誘 然後去借錢來給老公度過危機 可是等到整個事情都擺平了之後 她老公還是又回來嫌棄她 又說你是怎樣 你是怎樣 這個女人她就當然很歐 然後就每天來普掛 她就說她想要死 她問我怎麼樣的死法比較容易 那這個時候當然 你就不能說 一下子就給她下定論說 你應該怎麼做 因為有時候我覺得人應該 這時候怎麼拖啊 有自己的 哎呀 掛像說 這個月死不了 你要不要等三個月 機會比較大 然後而且讓她給她一個目標 再來三個月 沒有就是說你下個禮拜再來 而且今年論年 要再明年 孤懶年不適合 論年不適合 對 然後有一天幫她普掛 就跟她講說 其實你這個婚姻結束了之後 你後面還有一段 會把你奉為公主班伺候的 她說真的嗎 然後呢會給你很多的這個富貴啊 給你很多的這個舒適的生活 然後她說真的嗎 真的嗎 但隔一年之後 她真的碰到一個這樣的一個人 所以有時候我覺得 算命也好 心理醫生也好 也是給人家一個希望 讓她有活下來的勇氣 至少她知道她眼前 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那去問一下高群 以瓜哥來講 你們以前在秀場也長期跟她嗎 其實說 我覺得對瓜哥來講 大哥大到 大哥大做到這個份上 一個小孩 一天天就跟他普世的事情 他也是真的會煩 他很愛民主的人是不是 對啊 其實 瓜哥他也知道 那成龍說 這是所有天下男人會換的錯 其實說你 什麼時候能夠見鳥歸草 什麼之類的 也有很多好男人 對啦 對啦 老婆人 老婆人說小孩 人家當作聖經 年輕人時 都會女兒 瓜哥的人要民主 這個原因 而且他也要補給婚姻 對吧 哪說的 要扮婚禮 那天他收好 到時候叫他女兒一人喝奶 哪說的 鎮索還倒煮下去 你如果說真的 這事情 公交外面說的 這樣 李靖良是這樣 鎮索 生理是對白的 對吧 現在鎮索還說的 孩子還出事 沒有 高雄這個孩子 一定會叫他 爭一隻眼 米一隻眼 可是我覺得如果是 我覺得瓜哥是很疼小禎的 對 所以其實這整件事情 當然大家最不了解 就是小禎跟瓜哥 他們真正的想法是什麼 像瓜哥我們剛剛提到 他就是大哥大 所以當然他會有一些話要講出來 比方說 還有有時候 我有去罵過李靖良了啦 就有點罵給女兒聽啦 下次不要這樣 岳父不都會這樣嗎 意思是說 罵一罵 讓女兒心裡舒服一點 但是有很多人會覺得 那小禎在想什麼 那我就要看 就是說他在這個婚姻裡面要什麼 我們現在問 就是說這個女人要什麼 她可能在婚姻當中 她要這個家 就是你就是要給我一個完整的家啦 我不想在我小時候 我看到我爸媽這樣子 有一個破碎的婚姻 我就是要這個家 所以今天碰到任何的那種侵入者 我都會把它排除 沒有關係 我就是要這個家 可是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好了 我們前陣子在採訪的 陳薇陶跟王靖穎 他們之前其實也發生 類似的狀況的領家家那個事件 當時其實王靖穎也出來 幫她老公背書啊 沒問題啊 那不可能什麼 可是你看一路走到這裡 變成這樣 就很多的女藝人 其實到最後 時間證明了 那個疙瘩都在 對 還是在 但你要的是什麼 1 2 3